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莲花楼诚意打戏经验 日常追剧的小确幸 嘿,朋友们 最近我可是被一部剧给彻底迷住了 那就是诚意主演的莲花楼 不得不说 这剧真是越看越上头 尤其是里面的打戏部分 简直是帅到没朋友 每天下班回家 最期待的就是打开电视 或者窝在沙发里捧着平板 继续我的莲花楼之旅 诚意在剧里饰演的角色 那伸手 那动作 流畅的就像行云流水 每一朝每一世都透着骨子劲 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直呼过瘾 记得有场戏 诚意在雨中与敌人对峙 雨水顺着她的发烧滑落 眼神里全是坚毅和决绝 那一刻 我仿佛能感受到她角色的内心世界 那种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的精神 真的太感人了 而接下来的打戏 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拳拳到肉 却又不失美感 每一针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诚意在打斗中展现出的那份从容与自信 她不仅仅是在完成动作 更是在用自己的身体语言讲述故事 传递情感 这种演技与武术的完美结合 让我这个平时对武侠剧不感冒的人 都忍不住连连称赞 说真的莲花楼里的打戏 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 她让我看到了武侠世界的魅力所在 也让我对诚意这位演员 有了更深的认识 她不仅仅是一个颜值在线的偶像 更是一个有着扎实演技 能够深入人心的实力派 而且啊 这部剧还让我感受到了追剧的乐趣 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 能够有这样一部剧 让我在忙碌之余找到一丝放松和愉悦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莲花楼的打戏 是我在这个夏天收获的一份小确幸 它不仅让我享受到了视觉上的冲击和满足 更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滋养和升华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喜欢武侠剧 喜欢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那么我强烈推荐你去看看莲花楼 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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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